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 我本來想說G7 但是 新委成說那個 即是說 Too many legal immigrant 的問題 造成很多熱狗放腐 或者好像愛澳之人 或者澳門人在英國的人渣 在香港 再加上 其實 我想我對英國的移民政策 我不是移民局司 正因為我不是移民局司 所以我講的話 不會叫你 什麼 但是 以香港現有的局勢 我都 有現在先的 有得早來就早來 不要等到平權先 才來 但是你問我 怎樣看 Immigration 這個問題 我就這樣看的 現在英國的問題 是英國公眾 太 移民政策 給我感覺 是你很不知道什麼 即是你整個移民政策 是Broken OK Broken的移民政策 原因就是 你After Brexit 之後你沒有 先整理好事情 有沒有改變你勞動的結構 特別我跟Alarmance 那些人究竟是否出來做事 這些左膠都不敢說 這些 我就一向都是以右派 即是怎樣 如果在英國見過有些人 可以整個 怎樣 長期吃Alarmance 好像不需要做事 這樣我覺得 極 極不理想 這件事 好 我們有多個 我們要講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 像英國 即是英國 有時候那些 那些 那些政界 Politician 是迴避某些問題的看法 OK 我覺得是要整個 移民政策 執過 有些移民太鬆 有些移民太緊 或者有些根本就 移民 應該不用給 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才是個問題 首先一件事就是 他為什麼會 After Brexit 之後 regal immigration 太高 其實這一條數 一般來說 就不會計 Eukerian 和 BNO 兩隻 這些我們叫做 是 All BNO 比較 真而成 我用我用後再說 OK 用後後再說 因為我知道 有些熱狗器上去抄樹 我知道這幫混蛋 不是 以往我講BNO 為什麼會搞股源版 原因我不是為了賺錢 我就是因為你熱狗抄的東西 抄得太過分 公開抄的 我真的覺得 你這幫人玩夠了嗎 黃毓民出來的那幫人 那些人 那些人是獨樓 黃毓民和他下面教出來 全部都是獨樓 看我 真的要逐個真身捉出來的 我不是和他開玩笑 有些已經捉了真身 比如劉政這些人渣 不用說 葉建豪這些 但是有些是要逐個捉出來的 但是 你問我 如何看 Ukraine和阿克斯坦 為什麼不計算 原因 是因為那些是不能抄的 OK 那你之後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 會出現 就是 Brisid 那時候很多人都會負責 就是EU Immigrant 但是 其實 在Brisid前 我已經覺得 EU的Immigrant 是太高 是太高 但是就不是指BNO這隻 因為BNO這隻 我等一下會再仔細講 為什麼我對BNO BNO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要改革英國國籍法 OK 就是你那些 我指的是 On British And On EU 這些人太多 原因第一件事情 很多職位 英國很多職位 那些人都沒有聘請本地人 那問題是本地人不想做 那一刻才是問題 那你本地人不想做 那你的事情都要找人做 但是你會出事 會喊卡的 但是你 你也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為什麼 然後你說有些研究的工作 你 英國那個制度 令到一些 沒有什麼動力去做一些 Research 那些工作 因為人工太低 但是那些人工 英國的人工 對那些來自第三世界國家來說 就很attractive OK 是這樣的 這件事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 第一件事 我要第一件事 撿回 你說第一件事 就是 首先 有一些 我第一方面 有一些地方要 shut the door 那些 譬如你拿student visa 那些人 有一些譬如印度中國來的 那些人 其實那些就是因為他讀完書 就不回去 但是 有些人工 譬如研究那些 我仍然給多些經費 給高些人工 等他們願意 你至少 補充到大學的關閉工 先 student loan 如果人工低 連student loan 你都給不起 那英國本地 當然是不肯做 不肯讀書 不肯做 很正常 這才是一個問題 那問題是 就算是 即使是 no-call fee 都好 home fee 都好 也是 too high 要減低學費 OK 減低學費 估計那些人讀書 OK 你不要再 那些 劉劍那些人 常常劉劍那些 那些 那些工會的人 就覺得 就是大學optional no 現在這個年代 不是 那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學費 要減低 OK 跟著那些什麼 來自China 引渡的學生 就麻煩 他們讀完就走 或者是你直接 不要再收這些人 我願意 tax-payer money 給多些錢 好過給arounds 這個是這個問題 但是另一個 我覺得 這個問題 Ross Wong 你要解決 這個 immigration問題 的第一件事 你要 定義一些人的身份 在歐洲 就沒有什麼疑慮 歐洲 歐洲很簡單 EU on EU That's it OK EU不算移民的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EU是Feed out of Movement 亦都不能計移民 因為移民會出事的 會即時爆機的 因為你知道 有些EU的Feed out of Movement 不是為了解決 Employment問題 而設計的 Feed out of Movement Feed out of Movement的問題 是 解決歐陸 以往歷史為留 那些border問題 搞出來 那些市而搞出來 OK 你問我 我第一件事 現在英國的Immigration Policy 是沒有效益的 原因就是 有些人 你說是英籍人士 應該是not subject to immigration control 你就要搞Immigration Control 在那裡 會虛耗多少精力 你這麼清楚? 我告訴你 你搞一個BNO出來 或者BOTC出來 我告訴你 那件事是很昂貴的 因為英國人 我跟不少人 如果你真的懂Immigration Policy 我告訴你 除了是益了一群移民律師 那些狠樣移民律師 以外 現在英國國籍法 那個分等級制度 根本上 沒有為英國帶來 真是control Immigration 帶來的公開 因為現在大部分 Immigration 都不是來自 來自那些英國殖民地 或者你說剩下那些 幾多人 你說最大就是香港 最大就是香港 但是香港就是 你根本上有這麼多錢人 說真的 就算香港的人都吃了進來 我可以跟你說 都不是很影響到英國本身 甚至如果你重開Fedon Movement with the EU的話 我懷疑多少香港人會留在英國 其實我都懷疑的 這個問題是 你搞等級國籍法 你拿去Passport Office 你已經要訓練一大堆人 你每本Passport 你需要的人手費用多高 那裡已經令到你沒有辦法 再加上國籍法複雜 你變成 Registration as British citizens 那個位置很複雜 很高 很高的結果就是 你虛耗大的人手 在這些位置上 你說BNO Visa BNO Visa 其實為什麼不會令到英國額外虛耗的人手 是因為 很簡單 因為BNO 原本就是一本EU Passport 在根本就是EU Settlement Screen的基礎 塗上去的 OK EU Settlement Screen 那個電話系統 放在那裡 那些人放在那裡 OK 我在廢的時候 那就用來去 是這樣的意思 BNO Visa 是這樣的設計出來的 那些人就不明白的 其實如果你說第一件事 我會先要處於移民的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先英籍平權 因為你英籍平權之後 你沒有BNO Subject to Immigration Control之後 你只有嚴重收緊 按EU 按BNO的移民 你怎麼收緊都可以 在香港已經有舊送 你舊的應付 你做事的需要 這麼簡單 你這樣一下 三百萬 三百幾萬 三百至四百萬 英國 就是香港英籍人士及其後代 你說BOTC那些人 就不會過來英國的 BOTC那些大部分 因為那些是British Citizen 預期居留就有 在BOT那裡 不然怎麼會講BOT那個 Member Apartment的問題呢 怎麼會講這件事呢 很簡單 因為 因為 白武達 開曼群島 經常都deport BOTC走 是BOTC被deport 這個就是 Immigration 1971的副作用來的 因為你 BOTC不是在 後來 2002年之後 因為BOTC在英國 海外屬地 就不是凡是 North Subject to Immigration Control 的嘛 那第二屆這些 都脆 是這樣的 因為小 但是那些有錢 你記住 英國是很荒謬的 英國的殖民地 全部有錢 比英國本土的 英國本土是窮的 好 有英國殖民地 大部份的英國殖民地 都有錢 就像十一島那些 很可見的 或者 例如 塞浦斯英屬基地區 那些我都不知道什麼 那些 那些無法定義 那些是軍事屬地 那些其實 應該要這樣的 塞浦斯英屬基地區 和 英屬地的導遊人島 最應該以後 不應該叫做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應該叫做 British Migratory Territories 這樣就 恰當 因為那些是軍事用地 什麼人進去都是十四月英國 因為那些 不應該是BOC 不應該是FTDO管的 那些應該是MOD管的 這樣就是合理 因為那些是軍地 大哥 軍地 怎麼無法 跟HODO 什麼樣的事 不應該關事 這個問題 在英國第一件事 應該是 將整個國籍發清 一隻 British Citizens 一隻 現在剩下的什麼 British Subject 那些 有多少 都清掉 限期之前 沒有不成為 British 那些 那些 怎樣 先搞定 這部分 因為 BN 1981 和 IA1971之前 留下的結局過於複雜 已經是過分 耗費成本 而且 也達不到它應有的效果 因為你不要英籍人士 你結果理制 你整天都要按British 按British 按EU 更難控制 OK 好了 你清理了你的國籍法 乾淨了 跟著 就怎樣呢 你收得多緊都可以 你就走 歐陸那一套 歐陸就很簡單 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正確 走去要求 外外勞工 就不讓你 講完 歐陸是這樣的 歐陸那些國家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EU 就鬆到飛起 按EU 就緊到你鎖 好 基本上應該就是這樣做 因為你說 英聯邦國家 幾個小英聯邦 即發達的那些 比如澳洲 加拿大那些 就可以好緊鬆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 那些 就有幾斤得幾斤 是這樣玩 中國那些 中國那些應該有幾斤得幾斤 I can't say 我只不是BNO的Chinese 我只不是BNO VISA的Chinese 我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土來的 Chinese 我不會講外地 我不會講外地 梁振英的可以收屁 你問我 我怎麼看BNO VISA 我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應該倒轉來的 不要再 BNO VISA是中途雜方案 但是 既然香港問題已經衰了 老實說 這個孫偉誠不能坐外 說真的 你試一下亂來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收緊BNO VISA 你試一下 我告訴你 大把英國保守 當那些 Hawkish Chinese 對華政策的那些 鷹派 在等著動他 今年黨大會 今年十月而已 你問我 怎麼看BNO VISA 這件事 我就是 我就是 BNO全面平衡 那你注意 BNO全面平衡 所有British 都是citizen 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Immigration 跟著你現在就是怎樣 好 我們所有事情 解釁清楚 所有事情 跟著 這麼多的British 已經在 我這樣額外多出來的British BNO 四五百萬人 我認為BNO VISA 唯一可能還有價值 就是那些 香港英籍人士 那些 那些 父母 親屬 配偶 但是配偶 這部分要嚴查 之後 因為那些中國人進來 嘛 黏著他五十幾歲的 那些 那些 那些男人 那些廢奴 跟著就怎樣 跟著就 混了進來 救香港人 那些中國人 那些中國人 就拿來混進來 真是 你不要說我 說得衰的話 你聽 這件事情 其實我 我一直都 我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來 為了救人 沒有辦法的 但是如果你英國國籍法 重組的話 就簡單 沒事的 你配偶 Visa 那些 因為如果你BNO VISA 你英國國籍法 改革 BNO變成BC BNO的下一代 就變成Pretish citizen 那時候我們就有關嚴審的spout spout spout的Visa 我們就嚴審 就用現在英國公民的標準 現在英國公民要申請spout visa 並不容易 這個 嚴審的 其實就應該嚴審的 不然它變成西俊偉的老婆 哪裡來的 但是我真的非常憂慮 我不想再出現這類的事情 我們真正是一個全面的改革 就是 將國籍法解 simplify the nationality act OK to clear the historical depth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將 我們已經清了BNO 平權的那些之後 就將那個 citizen nationalization 那個要求 大為提升 不要再有什麼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那些就 以後所有總之就是 英聯邦國家的registration 那個 procedure 那個難度 是只會比 就是非聯邦的 低一點 OK 除非你是那些 所謂的幾個發達的英聯邦國家 所謂的英聯邦 就是加拿大、澳洲那些 那些 除非是這樣 這樣改革 我們要爭取這個改革 就是國籍法簡化 但是在Immigration Act那裡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大舊人 然後大舊人可以應付 英國未來需要的奴力 需要什麼 那些 資金的奴力 什麼都好 我們就 不要那些 這樣而言之 也都為未來的 Freedom of Movement 鋪路 就是和EU的 如果和EU的Freedom of Movement 那個Visa 一定是 BNO Visa的方法 就是你歐洲來的人 一定要被NHK 你不被NHK 你就不要玩 NHK 即是等於醫療保險 你要麼就給了醫療保險 你有醫療保險 你在NHK 那時候你就用醫療保險 找數 你就不要是 你說 要英國的Tax Payers Saturday or Medical Bill 這樣玩 其實整個問題就是 英國的整個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是千瘡百孔 過於複雜 周圍都流水 你現在就要整理乾淨 整件事 整件事 但是有沒有手上有這個魄力 你說西韓城有沒有這個魄力 沒有 其實Brizzik那時候 就應該要整理完 Brizzik之後 說真的 是應該要整理完 彭代盈那時候想整理完 那時候 英國就大智慧發生 你Brizzik沒有 你加入Immigration control 結果你 花了很多 Tax Payers的錢 為這個 但是 你 沒有 民眾 沒有得到這類的政策 你只是花了錢 去找了很多 工作人員 這是瘋狂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是荒大 Ridicous 我可以這樣看 其實 那個歧視 那個國籍法問題 真正的問題 並不 不是 其實是FCDO那幫 老典 當初的老典 都想起來了這些糞便的結果 因為FCDO那幫 骨子裡面 是看不起 其他的英聖人 是英聯邦的 都看不起 的嘛 即是FCDO那些 那些壞話 跟著FCDO那些 那些壞事 我都知道的 在北歐都 因為我 無論如何入普蘇黨 為什麼無論如何 學李光耀這樣入 英國政黨 你猜我 你猜我真的想同政嗎 原因就是 因為當年FCDO搞夠我 找人 那我唯有 我不做 我 我 我不 我不參與政治 我什麼好做 我不參與政治 我什麼好做 你說現在英國的真正問題 其實就是 英國雖然不需要Immigration 長遠應該要的 就算我剛才說的 將英國國籍全面平權 跟著就 shut the door 就是一個更tieft 的Immigration Act 就算我做到這一點 英國遲早要開門的 為什麼呢 英國的Medical Bill Bill 是Base on Tax Payal Money 的 這個 這個 比 Insurum Insurum Base 有Insurum Base Insurum Base Insurum Base 是有一個中介機構 去評定 那個 那個 合不合理 那個 Medical Expenditure 還有 Insurum Base 你會投資 我的錢去投資 你的投資 你的投資收益 會補助 會補回部分 這方面的Medical Bill 的錢 德國就是 德國 隨富隨之 當然有他的問題 隨富隨之 隨富隨之 這個問題就是 你會變成原言清人養 好人家 結果 Baby Bone那幫人 為什麼越來越長命 整件事就倒閉了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德國 為什麼德國吃光了 就是中東的 對德國 其實對德國來說 解決了人手緊張之外 是因為 他們批我來打工的話 頂著我們的 就是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找了人 其實德國人 自己 難道 Anderi Merkel 真的跟我說 我找了人 不行的 但是我 Anderi Merkel 不能說的話 那些人經常說德國什麼大外左交那些 不是大外左交,德國人哪裡是大外左交 那個有盤數在那裡,少子化問題 那些人都不肯生,不肯生你的醫療費用 你都要找的,你要找醫療費用的 這個問題就是你英國要談的一件事 其實最後表面上跟Immigration沒有關係 但實際上就是那關 如果你的Immigration沒有關係,你遲早都要開回一個 Oper the door to Immigrant 原因是因為你要Immigrant,那些年輕人的勞動力去 去撐回你的Immigration 就算我現在BNOE 時我收了一大筆Immigration Subtracture 我可以頂幾個而已 是不是?大家是苦心自問的 用公帑來搞Public Health System Public Health System 是 not efficient 這個就是問題的真正 但是英國沒有人想討論這件事 這才是問題 這些是同樣的問題 所以你說我對英國移民政策的看法 我和移民政策的不同就是這一度 當然你說那些歧視的國籍法 我當然是覺得調戲不順 但是我住了在德國多六年 我今年第六年 我慢慢要解什麼醫療保險那些 我就慢慢看到一個增長 我增長英國的問題 為什麼 After Brexit 仍然要這麼多Immigrant 第一就是英國人不在做事 那是一個Welfare System 要改革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沒有Immigrant 我沒有年輕人 我沒有小孩子 誰是負責NHS NHS已經很不夠錢 已經排除了 已經排到鎖了 你少一些移民 那些人又不在做事 那NHS爆發了誰負責 有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 有沒有人考過這個問題 所以你說現在將英直平權 OK 那些人 歡迎那些人 歡迎那些香港人回來 那裡 接著就關門了 Immigration Act 就關門了 接著你說 歐盟就看看怎麼談 重開那個VDOT Movement 就算你有那個 而且有一樣東西的 如果重開VDOT Movement 除了要被NHS 申請出來 好像有些地方 那些個別的歐盟國家 可能是要求他們 怎樣 提供那些人的 Background Information 我覺得譬如 葡萄牙 大部分人不用 但是葡萄牙 如果原籍澳門那些就要 因為要流動嘛 澳門幾頭共你知道的 因為黃先生 你懂得這麼針對澳門人 沒辦法 有一個叫澳門人在英國 他死都不說自己 什麼事 就在搞我嘛 那我沒事的 而且澳門人那些言論 以往搞BNO的言論 我覺得這個世界的東西 你怎麼說 你做初一我受審 對不對 那些澳門人不滿意我的 那你告訴我 澳門人在英國是不遂的 比如說收了高貢的錢 舊說不用負責的 在那裡煽風電火 不用負責的 真的很多這些混蛋 或者譬如說 什麼馬爾他 塞浦洛斯那些 希臘那些 我覺得有些是要交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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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給回Background Check 才行的 要不然是肯定製造問題 當然我這一集 我講的一集 很多人應該很不緊欺 對聽的 我告訴你 所以我都不 熱狗你試試過來抄 怎麼抄呢 因為我開宗明義 吵架你們 你這幫人都想見途責心 但是 有些事情 早點用BNO visa進來是好的 因為沒有人想撤橋 撤橋怎麼做 那個軍事人跟你告訴我 我叫大家走 有原因 熱狗經常說 香港很漂亮 叫人不要走 真是的 那些英軍 那些錢不是可以給的 你這幫銀子 你這幫銀子是中國養的 當然 你叫人不要走 大哥 英軍也好 德軍也好 那些費用是我們的 Test Pay Your Money 但是很好 因為德國就是這樣 怎麼說 周街招兵 我告訴你 就為大戰 我告訴你 大戰在前 那些人在那裡 牙斬斬 都是屌牙的聲 今天特別長 這個 我講了20個分鐘 其實20個分鐘 是不夠的 不過不要害怕 這個問題這麼複雜 這個問題是很誘惑 其實 你說真的 新衛城那個 真的 純粹是 是 你以為只要抹著那些飛 又怎樣 會抹著那些 旅客 救命兩句 但是你根本沒有真的做事 你勸勸印度人過來 就不要管 真的 好了 這一節到這裡 下一節香港時間 清晨養三年 都